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哥,小朋友大家好 那麼今天要貓威大帶來全新貓戰合作 一趴大獎佛羅的實戰片段 那這邊,官方實戰中是帶上了全部合作的龍科 這個龍科特色是進場直接CD-3,超級恐怖 所以我們一進關就可以開技能了 不過我們打的是災惡級 沒有帶符號龍科這樣OK嗎? 這邊我們直接進關,來直接看一下強度 首先一進關整隊就可以直接進行開技能的一個動作了 並且這隊的10T血量是來到46萬 還有左上右上方有一個護盾,這個護盾是22萬 這個護盾甚至可以拿來擋死 所以這隊的生存能力是相當的頂的 那平均combo數大概是落在20combo左右 combo不算特別多,不過我們如果要解剛剛盾 可以用這一次的小獎克洛伊貓來去解 這次特色就是他可以一直直傷一直爽 只要你的隊伍能有無視這個敵方盾牌 就可以一直開直傷,直接解決敵人 所以這隊玩法其實也挺無鬧 並且他這個直傷有一個特性 如果說直傷擊斃敵人的話,他會直接解CD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直接走紅綠燈 開克洛伊貓走紅綠燈 就可以直接無視這個無鼠盾了 好,那這隊只要組這個全合作 其實就蠻強的 來到第四關 並且這個合作以獸隊來講 真的結板力蠻恐怖的 像假比爾貓,他就直接給你有一個解碎裂的功能性 並且當隊員的話,還能夠組全獸 獸類進場CD-3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整隊一進場就跳起來的原因 因為我們帶了這個假比爾貓 好,那並且這隊我們也可以開這個... 哈佛貓,哈佛貓可以解連擊傷等等 那可以看到這隊的特色喔 我們即使完全沒有帶腐化龍科 但技能多到可以直接一直擠掉技能 這就是這隊最強的地方 這隊技能輪轉其實是相當的恐怖的 每回合我們這個合作系列可以最多減2CD喔 所以這隊技能輪轉真的是很恐怖 而且他的龍科能力還可以直接讓貓戰跟獸類直接CD-0 所以在後續就算被技能重置 我們也可以透過龍科能力來去再開技能 所以這隊算是現在最頂的這個技能輪轉隊伍 並且我們這邊也可以展示這個擋死的能力喔 啊這個護盾直接擋死了一次 所以這隊的生存能力也很頂喔 以全合作來說,這次的合作強度上面 給的是相當有誠意 不過這隊可能有點為作勞的地方就是 每回合轉玩珠,我們會點選一個符石 那那個會天降30顆該種符石珠喔 所以說他這個天降會有一定的拖到時間 不過其實這隊主要的玩法還是這個直傷 能夠無視敵方盾牌就一直直傷一直炸就對了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 他這個點選一顆符石,他是直接移除喔 所以直接也可以解這種負面珠 比如說冰凍珠之類的 好,那這隊又可以一直瘋狂開技能 把混沌值給記掉了 所以這隊技能輪轉上面真的是相當恐怖 好,這隊平均combo大概都在20幾combo喔 那這隊沒有護盾也不用擔心喔 因為這隊本身龍刻能力可以補護盾 或者是佛羅他的主動技能 開下去就可以補護盾了 所以這隊可以看到佛羅的技能有多快喔 馬上又可以再開佛羅的技能了 所以這隊基本上的玩法就是一直開技能一直炸 換一下佛羅還可以有這個磁傷 再解決一些盾牌的話是相較無腦 然後這個哈佛貓還可以直接有一個整版的固版 然後這邊我們又要擠掉混沌值了 不過這隊來講並不是太大的威脅 因為這隊技能輪轉是相當的快喔 要高combo我們可以透過克羅一貓來去增加combo 不過這隊沒有無視數字盾 所以這邊可能就是稍微需要手轉一下 那轉數字盾我們就跳過 OK,這邊我們來到第七關 這邊有個比較大的重點 就是佛羅他的主動技能 有一個如果擊斃敵人會自身CD-2 所以如果說我們開這個直上下去有擊斃敵人的話 每擊斃一個就直接再多2 有擊斃敵人就直接-2了啦 不是每擊斃一個的敵人 所以你擊斃多個敵人一樣是-2 那不過這邊我們在轉完豬之後 他的隊伍會再幫你-CD 這張他主動技能 如果你這邊轉豬再擊斃一次敵人的話 他其實再-2 所以等於一回合經過之後 你只要直上炸死敵人 然後再轉豬 他就直接又可以再跳起來了 這就是佛羅他比較變態的地方 接下來的話這種盾牌 內建無視盾牌都可以直接用直上去做解決 然後我們哈佛貓 還可以直接全開 然後去擠掉這個混沌值 所以這玩起來強度應該是相當的恐怖的喔 這邊就稍微的轉豬一下 不過這邊我們可以稍微來看一下喔 這邊如果沒有天降的話 其實傷害也不用太擔心喔 因為這隊技能 開輪轉很快 還有第九關 我覺得這隊比較怕的可能是 那種開技會扣血的敵方技能吧 因為這邊看起來 他的傷害其實還蠻靠這些主動技能來撐起來的 沒有開傷害這隊的平坎式真的有比較低 好 這邊最變態的就是這隊龍副能力 可以直接把整隊貓咪系列跟收雷私利再減零 所以這邊我們技能就可以一直瘋狂開 又可以直上啦 相當恐怖喔 並且王冠這邊都不需要轉豬 不過這邊要稍微動一下 讓這個核心張開喔 那看這邊我們瘋王直接被直上炸死 有沒有特別的療癒 好接著我們進入到最終王冠啦 那這邊是十字盾 這隊內建無視十字盾 所以是相當的舒服 然後這邊所以直上就直接炸過去了 那這隊就很恐怖啦 各位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帶來 二獎凱斯利的實戰片段 那這隊的實力血量是比較少的 並且也沒有護盾 所以生存力相較於1%大獎 可能就沒有那麼優秀了 除了這隊玩法也是相較無腦的 他最的特色是 我們可以直接發動貓咪大戰爭系列的角色珠 就可以讓貓戰成員屬性珠首批一消 所以這隊在組隊上面盡量組無種屬性的貓戰 所以這邊可以發現到 美拉角色珠 我們就可以直接不用轉珠 除了新珠沒辦法一消之外 其他屬性珠都直接一消掉了 所以這隊 其實玩法也是另外一種程度的無腦 不過其實是挺住老的 就是他這個要整辦一消 所以可能在真正的速刷隊上面來講 並沒有辦法真的很速 但絕對是無腦的 並且這一個合作系列就是 他只要雙隊長是貓戰系列 就可以觸發那個龍科能力 龍科能力剛剛有稍微跟大家介紹過 可以拿來減CD啦 或者是直傷增傷都行喔 好 那這隊十字盾 我們可能就不像是一趴大甲的內建武士了 就要靠這個時光牌來去武士十字盾 好 那這邊我們塞完十字盾之後就可以直接 手轉 帶走敵人 這邊就也不用轉十字盾了 那麼來到第三關 這隊有內建武士反手消 所以遇到這種反手消墓 我們也可以直接拉角色珠去做一個解決 再來要提的就是這隊的常駐combo 沒有加多少 所以主要是靠這個屬性珠 來去加combo 所以這隊的combo數不是特別優秀 那如果你要解高康盾 其實也可以開這次的小獎克洛伊貓 就可以直接解高康盾了 接下來我們直接跳到王冠 那這一次的免費卡爆走普特貓 其實還蠻實用的可以解鎖啦 可以無視顧連 所以解這個王冠是相當的適合 那在最後的話 這隊拉這個角色主要注意喔 有這個黑洞地形 所以不要在黑洞地形上面 停止轉珠就行了 然後並且 他這一次搭配這個大獎的主動技能 還可以天降水珠 傷害開爆發之後是還不錯的 可以直接來到約百兆的一個輸出量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啦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合作的相關影片 別忘了開啟下你的訂閱按鈕 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那我說的話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謝謝大家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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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